咱们会议开始之前 我先代表叶总 请大家再次考虑 保留这个社区运营研发小组 梁虽然走了 但是叶总请回来一位 更值得信赖的项目负责人 戴希小姐 老员工应该都认识 一个行业离开一年 几乎就是生手了 戴希 你这离开今年十年了吧 说冒昧的问一句 这十年里面 你都做什么了 你对这个行业的发展 能了解多少呀 我之前应该见过你 十年前刚进公司 你叫什么名字 赵坤 赵坤 我现在来告诉你 这十年我都做了什么 我去了意大利 在欧洲做了十年的古城翻新 其中包括威尼斯的 几间美术馆的改造 还有卢瓦河谷 多处城堡的改造 在座都是专业人士 如果想知道我的履历 可以登陆我工作室的网站看看 赵坤 我要是你的老板 我现在就炒你的鱿鱼 不了解的人和事 请先做背景调查 而不是上来就自以为是 自所聪明 戴希到这个 社区应营研发小组 会不会是大财小用了呀 毕竟这个部门 只是个试验性的小部门 对吧 我会让它成为公司 最重要的部门 给我两年时间 可能也用不到两年 因为之前他们的工作 已经做得很好 好了 大家没意见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去跟叶子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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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时候 我去跟叶子回报 我去跟叶子回报 我去跟叶子回报